我國奧運代表團前往東京奧運 下午搭乘華航專機 經過了大約三個小時的航程 稍早是已經抵達了日本 畫面上看到這一架準備降落的華航班機 就是載著我國東京奧運代表團的專機 我國的僑民是手持的國旗前往街機 駐日代表謝長廷也到了機場迎接 不過與著選手戴姿穎 在社群上則是發文 說很懷念長榮航空 可以坐商務艙 引發了熱議 由於教育部長潘文忠曾經說 到東奧的選手教練都要搭乘商務艙 行政長蘇貞昌也親自致電給戴子穎說對不起 表示讓選手搭乘經濟艙是思慮 便宜得不夠周全 而蔡總統稍早也向所有的代表團選手 來道歉 現在來到日本